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家常鱿鱼莲藕花生汤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汤不需要加肉 其味道也一样浓郁鲜美可口 真的很好喝哦 食材有,莲藕,玉米,干贝,鱿鱼干,红萝卜,红枣,花生 鱿鱼干和干贝洗净后浸泡温水 红枣洗净剪成片 花生浸泡洗净备用 干贝的水要保留下来 一起煮汤用味道更鲜美哦 干油鱼泡软后取出中间透明软骨 剪成小片备用 干油鱼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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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去皮 滚刀切块 干油鱼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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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鱼去皮切厚片 链鱼去皮切厚片 汤锅装水后倒入全部材料 切压锅按下煮汤键煮30分钟 汤煮好了 按个人口味下盐调味 可以开吃了 做法简单做法味道鲜美可口 大家也试一试吧 花生去皮后 放入冷盐水中浸泡约两个小时 让花生充分吸收水分 若使用花生仁也是一样的步骤 花生含有大量油分 而盐分可以破坏油和水的界面 让花生更容易透水 煮得软烂 买干鱿鱼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表面有白霜 就认为是发霉了 其实并非如此 有白霜属于正常现象 无需担心 干鱿鱼是将枪足贼自腹部剖开 挖去内脏 放入淡水中洗净 再以清水冲洗后晒干的产品 由于富含钙 磷 铁元素 利于骨骼发育和造血 能有效治疗贫血 由于除富含蛋白质和人体所需的 氨基酸外 由于还含有大量的牛黄酸 可抑制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缓解疲劳 恢复视力 改善肝脏功能 其所含多态和锡有抗病毒 抗射线作用 蹄胃虚寒 高血脂 高胆固醇血症 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病 及肝病患者 湿疹 蕁麻疹等疾病患者 即食鱿鱼肝哦 莲藕中含有黏液蛋白和膳食纤维 能与人体内胆酸炎 食物中的胆固醇和肝油三脂结合 使其从粪便中排出 从而减少之类的吸收 莲藕适合哪些人 缺铁性贫血 体倦乏力 瘦弱 前科口可人士适用 食用莲藕有什么禁忌 莲藕性偏凉 故产腹部一过早食用 一般于产后一到二周后才食用 莲藕烹煮时避免使用铁器 当中的丹宁化学物质会与金属产生化学反应 引起食物变黑 莲藕切开之后 可浸于清水或淡盐水中 以防变黑 皮须未寒者 易腹泻者不宜食用生藕 避免引起肠胃到不适 喜欢烹饭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划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汤食谱 欢迎到我的汤系列看看吧 哪里有257个汤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